正常的收縮 它會一直收縮 所以下面不會形成糊狀 醫生比著電腦螢幕上的正常心臟收縮攝影圖 跟手機螢幕上的心臟攝影圖 很明顯收縮形狀不一樣 後來因為收縮無力了 所以它下面這邊沒辦法收縮 手機螢幕上的心臟收縮攝影圖 是彰化一名64歲女子的心臟 出現像日本漁夫傳統抓章魚時 所設下陷阱的章魚糊 醫生說這就是罹患章魚糊心臟症 也是俗稱的心碎症候群 心臟會出現不正常收縮 患者會突然昏倒 沒了生命跡象 當時女子在家裡浴室就像這樣 突然感覺到心痛喘不過氣 接著昏倒送醫前 她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醫生用強心針才將人救回來 這不是一般所見的心肌梗塞 而是壓力導致所造成的心碎症候群 醫生說女子會罹患心碎症候群是因為 她在三個月內痛失三名親人 包括雙親相繼因病過世 二十多歲的獨生子又發生車禍喪命 她的情緒一再陷入哀痛之中 導致心臟負荷不了 在我們身體壓力很大的時候呢 在短期的這個膠感神經興奮的時候呢 會讓我們的心臟跳得很用力 但是呢 久了以後我們心臟會受不了 反而會造成她的收縮功能會下降 但心肩都不動 呈現一個鬍腹的狀態 就好像章魚一樣 說到底呢 我們心臟缺血 醫生強調心碎症候群也常見於停經後女子 症狀通常是胸痛 呼吸喘和頭暈 全身無力或昏倒 醫生建議發生無法自己排除重大情緒壓力時 一定要尋求專業醫師協助 避免心碎症候群發生 前足的詞 善症候群發生 在這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